艾布蘭主戰車儘管因為參加美軍延續延後抵台 但是MYA2T加入國軍裝甲部隊 絕對是今年戰力提升最重要的進展之一 裝備的120毫米戰車砲 先進火控系統 列艦系統 現代複合裝甲以及1500匹馬力引擎 絕對是裝甲兵十幾年前做夢都會笑的先進裝備 然而現代軍事科技發展的速度日新月異 巫俄戰場上無人機 反戰車飛彈 重炮砲擊 富達雷場都對主戰車造成巨大威脅 也因為富達的戰場環境 戰車與戰車之間的正面衝突已經相當少見 再加上解放軍良期以及空降作戰投送主戰車的難度 我們購買的艾布蘭很有可能面對的目標以及威脅 並不會是傳統的解放軍主戰車 這時我們就會需要認真考慮如何強化艾布蘭的生成能力 儘管我與大家一樣興奮 但是提前討論未來戰車的升級計畫一點不會太晚 歡迎來到DBS 今天我們要來聊聊艾布蘭要怎麼改才會符合台灣的作戰環境 而新聞媒體中報導的艾布蘭程式化套件又是指什麼呢 我們非常接近10萬訂閱囉 你的訂閱會是我們最大的支持 根據多家新聞報導 國防部採購的艾布蘭會包含程式化升級套件 然而程式化升級套件其實可以代表很多東西 並不一定是我們心中想的Tax V2 把艾布蘭全身上下裝滿附加裝甲的版本 也有可能是加裝遙控槍塔裝填手槍塔護盾的版本 艾布蘭程式化套件的出現同樣來自於實戰經驗 2003年一輛在伊拉克作戰的艾布蘭車身側面被一枚 也RPG-7BR擠穿 雖然車組員運氣非常好 完全沒有任何人受傷 但是車身側後裝甲無法對抗滿地都是單兵反戰車火箭彈的問題簡而易見 不久之後數量艾布蘭陸續被伊拉克遊擊隊物資的IED擊毀 IED主要以反戰車地雷以及數美榴彈炮炮彈組成 因為本身巨大的爆炸威力 主戰車的正面裝甲再怎麼強大 也沒有辦法擋住爆裂物從車身底部向上爆炸的衝擊 儘管在中東作戰中 美軍的艾布蘭可以完全碾壓惡制的T-72組戰車 但是遇到IED不只數量艾布蘭被完全摧毀 不少戰車組員也因此葬送皇權 除了IED造成的巨大威脅之外 城市的作戰環境配上神出鬼沒的遊擊隊 也讓艾布蘭吃上不少苦頭 艾布蘭當時的設計要求是要用來對付蘇聯時期的裝甲洪流 這也就代表艾布蘭在防禦上的主要目標 是讓車身正面可以擋下蘇聯的戰車炮或是反戰車飛彈 與二戰重型戰車的設計不同 主戰車的裝甲全部集中到車身前方 尤其是砲塔前方 以當時的想定在戰車對戰中 砲塔正面是最有可能被砲彈擊中的區域 然而在城市作戰中 不僅敵方戰車出現的機會不高 遊擊隊可以拿著RPG從各個角度 攻擊戰車的砲塔頂部 車身側面引擎蓋上方 來讓戰車失去作戰能力 戰車炮以及車頂槍塔的仰角不夠 也造成就算發現敵人 戰車也毫無還手的能力 二軍在車程遇到的問題 美軍也同樣需要面對 這讓美軍意識到只有車身前方裝甲可靠 一點也不夠用 在那個沒有自殺無人機的年代 戰車就已經被迫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威脅 為了要解決這樣的問題 美軍不只強化了戰車與步兵單位協同作戰的能力 同時也開發出全新的程式化生存套件 FAX-1在外觀上最明顯的 就是車身側邊的ERA套件M19ARAT 只加裝在車身兩側上下兩台總共64個ERA單元 主要用來保護懸吊系統以及車體側面 設計上以多層次的裝甲板組合而成 除此之外 車尾引擎上方也加裝了柵欄裝甲 與史崔克裝甲車身上裝備類似 APU輔助動力單元也移動到砲塔尾部 並且加以保護 APU的概念類似於汽車的電池 在引擎沒有啟動的情況下 戰車的作戰系統仍然可以正常運作 像是旋轉砲塔、砲手熱像儀、通訊設備等等 儘管早期版本的艾布蘭就有裝備APU 但是因為缺乏裝甲防護 所以遲常在作戰中損毀 程式化升級套件中 就把APU移動到較難被命中的砲塔後方 要在程式中防禦來自四面八方的攻擊並不容易 這樣的威脅就如同在網路上遇到各自小偷或是網路病毒 這時候你就會需要Surfshark VPN 來保護你的個資不會被洩漏出去 不需要花大錢就可以保護你的網路安全 而且只需要一個帳號 可以同時在手機、電腦、Xbox甚至路由器上使用 非常划算 沒錯 感謝大家的支持 用力看我們的影片 讓我們又接到老朋友Surfshark VPN的業配啦 沒有VPN保護的網路 就像沒有APS的現代主戰車 任何網路攻擊或是個資小偷 都可以用各種方式 在你不知情的情況下侵犯你的隱私 網路防禦系統建構的不夠完整 也會讓談出式廣告大舉入侵 每次網路已經不順 談出式廣告又不會看臉色的隨機出現 不只很容易不小心點到奇怪的網站 也很容易中毒 選用Surfshark VPN就可以幫你解決 內建的CleanWeb能夠杜絕這些老人的廣告 人生要煩惱的東西已經夠多了 Surfshark VPN就專門負責 來讓你提升你的用戶體驗 想要好好放鬆就可以好好放鬆 想要專注工作也不容易分心 如果真的用不習慣VPN 完全不用擔心 Surfshark VPN提供30天 不滿意就可以退廢的服務 而且一個帳號 可以在不限數量的行動裝置同時使用 一人買全家享受 真的是太好康啦 那你還在等什麼 趕快點擊我們的專屬連結 輸入我們的專屬優惠碼DBS 取得獨家Surfshark優惠 購買兩年方案 額外贈送三個月免費的使用期 同時為了要避免IED 對戰車造成的傷害 POX-1也在車身底部加裝一塊 重達1300公斤的V型裝甲板 來降低地雷以及爆裂物造成的傷害 增加戰車的防禦能力的同時 增加戰車在現代戰場上的反應速度也很重要 這就需要提到程式化套件中 對車頂槍塔的改進 艾布蘭砲塔上方的兩個槍蓋 有兩座機槍塔 為了要增加裝填手的生存能力 在槍塔周圍加裝一座可以旋轉的槍盾 同時也在槍塔上加裝紅外線熱像儀 製作熱像儀 可以把影像傳到裝填手的頭盔上 加快組員搜索敵方目標的反應時間 儘管第一代TASK大幅度增加 艾布蘭在程式中的生存能力 但是反戰車武器的更新換代 也讓第一代TASK有點力不從心 舉例來說 車身側邊的ERA的確可以防禦早期的 反戰車飛彈以及RPG 但是新的飛彈 裝列串聯彈頭 可以在ERA引爆之後 再穿爆後方的組裝甲 這也是為甚麼第二代TASK會看到 原本的箱形ERA外部 又加裝了類似瓦片的ERA裝甲 就是為了要應付戰場上 各式各樣的碳聯彈頭 而且相較於第一代生存套件 ERA不只裝備在車身側面 同時也在砲塔側面 加裝ERA套件 減低砲塔被擠穿的機率 車頂的車掌槍塔 也加裝防彈護盾 來保護車掌的安全 第三代TASK的改動最小 最主要的差別就是把車掌的機槍 改成遙控槍塔 除了可以讓車掌 在車內安全的使用遙控.50之外 也解決了車掌槍塔 和裝填手槍塔 因為過於肥胖 會互相干擾的問題 當然這還沒完 現代主戰車沒有APS 主動防禦系統說不過去 美軍已經開始部署裝備 Trophy APS主動防禦系統的 艾布蘭到德國 APS的運作原理 基本上就是運用 裝備在砲塔兩側的AESA 主動向位陣列雷達 偵測潛在敵方威脅 當系統判定來襲的火箭彈 反戰車飛彈 或是無人機即將命中戰車時 戰利品APS的MEFPE發射器 將會轉動到目標來襲的方向 打出一枚或是數枚彈藥 炸開反戰車飛彈的彈頭 在實戰上已經成功攔截過 二軍的短號反戰車飛彈 RPG-29反戰車火箭彈 證明在高強度的作戰中 的確可以保護程組員的安全 所以講了這麼多 國軍裝備的艾布蘭 目前只能確認會裝備車長遙控槍塔 也就是低輪廓版的CROSS CROSS不只是純粹的遙控槍塔 其中的熱誠像攝影機 還可以協助射手 追蹤移動目標 同時便是1500米以內的敵方目標 內建的火控系統 不只可以確保移動射擊時的穩定性 還可以矯正彈道、雷射測距 來確保對遠距離目標的打擊能力 儘管遙控槍塔的性能很不錯 但是要拿來對抗無人機可能還是很困難 根據設計 遙控槍塔只能追蹤速度低於40公里的目標 考慮到FPV無人機體積較小 速度可以達到上百公里的性能 遙控槍塔對抗無人機的難度還是不小 其他方面像是ERA或是APS 目前還無法確認是否有採購我們不得而知 所以想讓艾布蘭在台海作戰中 增加生存能力我們有甚麼選擇呢 首先成本最低的 就是裝備車身側面的ERA裝甲套件 與波斯灣戰爭的狀況不同 艾布蘭在台灣的戰場上最常遇到的 會是中型無人機 攜帶的反戰車飛彈 以及單兵攜帶的自殺無人機 反戰車飛彈 主要可以依靠額外的ERA或是APS來防禦 ERA造價低、生產難度低 可以大量而且快速的增加戰車的防禦力 但是想要真正杜絕無人機的打擊 還是會需要加裝軟殺傷以及硬殺傷的兩種手段 軟殺傷的部分指的就是電子干擾 區域性的電子干擾 可以有效的阻斷無人機的訊號 逼迫無人機在靠近目標之前失去控制 然而電戰干擾也不是完全無敵 電戰干擾儘管可以解決大部分的 FPP自殺無人機的攻擊 但是在AI影像辨識普及之後 自殺無人機並不一定需要操作人控制 不久的未來 自殺無人機完全可以自主尋找敵方目標 甚至可以有效做到敵我識別 這就讓純粹干擾遙控訊號變得毫無意義 這時硬殺傷的APS就會變得非常重要 現階段的APS已經經歷過實戰 但是主要對抗的都是RPG或是反戰車飛彈 儘管在理論上可以對付無人機 但是在設計上為了要避免誤擊或是浪費彈藥 APS在過濾目標上有很嚴格的限制 相較於傳統威脅 大多數擁有固定的飛行軌跡以及速度 無人機可以輕生的從高角度攻擊 攻擊路徑也可以隨機改變難以預測 這都導致現役的APS對抗無人機的實際攔截效率 比預期的還要低 這也就代表要防範無人機 是必須要推出新的燃硬體升級 儘管在這方面國軍的發展緩慢 但是總需要有開始的時候 這樣的技術不只可以裝備在主戰車身上 同時也可以運用在裝甲車、輕型輪車身上 除了APS之外小型的能量武器也會是不錯的選擇 如果雷護專案的成果可以整合到主戰車上 就可以有效解決無人機的問題 不只持續作戰能力超越APS主動防禦系統 操作成本也遠比APS還要低廉 如果目前沒有經費做APS的研發 或許陸軍投入更多能量武器的研發會是更好的選擇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是DBS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